换网测试康耐信三个品牌的代言人和老板 吹牛1月6号发布的新品只出来了一个 就是这台659元的加强版 更便宜的599元的普通版 大家还得耐心等等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只卖659元的 六口2.5G奔腾金牌软路由 康耐信7505加强版 奔腾金牌7505相对于N100系列的优势是 更多的PCIe通道 所以它才能在满血的PCIe 3.0X4 NVMe的同时 还拥有六口的i226-V网口 而N100只能有四网口 如果还想有USB 3.0接口的话 PCIe 3.0的NVMe接口最高只能是X2 那么对于六口的7505还是四口的N100 您更关注哪一台呢? 康耐信7505加强版 装置了英特尔奔腾金牌CPU7505 48EU的英特尔UHD核显 双通道DDR4内存 PCIe 3.0X4的NVMe接口 双屏显示输出 六口2.5G有线网卡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了 螺丝和脚垫 赠送的小风扇 镂空底带 产品合格证明 659元的最低价格是不带电源的 一个12伏4A的普通电源就可以喂饱它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HDMI 2.0接口 DP 1.4接口 双USB 2.0接口 双USB 3.0A口 COM 口 Type-C口 后面板 6口2.5G网络接口 12伏电源接口 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双DDR4内存插槽 最大支持3200MHz 2280的PCIe 3.0X4的满血的NVMe插槽 M.2 NGFF插槽 左侧这里有SATA接口和风扇电源接口 可以连接安装在背板上的2.5寸SSD或者风扇 我们拿到的是准系统 所以要给它装上2根46G DDR4 3200MHz的内存 再装上一条PCIe 3.0的NVMe SSD 风扇没有安装 今天我们测试的是 无风扇静音的7505 6网口迷离电脑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IDA64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条直线跑在了15瓦 整机功耗平均27瓦 CPU频率2.1GHz 随后一直保持 我们单烤了20分钟 7505很稳定 功耗一直保持15瓦 时温21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59度 SSD温度没有超过72度 接下来看看抗耐性加强版7505CPU的性能释放 CPU-Z多线程1155.2 单线程421.5 抗耐性7505的分数 与以前我们测试的背控7505差不多 单核性能比较强 多核次于N100 GIGBENG5多核2491 单核1197 多核成绩低于N100 单核成绩突出 GIGBENG6多核3286 单核1627 多核竟然超过了许多N100的成绩 单核更是遥遥领先 CLEBENG R23多核2020 单核1030 与背控7505基本一样 PASSMARK多线程5510 单线程2423 多线程成绩低于N100 单线程成绩不错 综合来看 抗耐性7505加强版 在无风扇静音的条件下 多线程成绩低于N100 单线程成绩超过了N100不少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624451 CPU得分267805 我们还给抗耐性7505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624021 XX20 296,694 CORMARK 656,693 在CORMARK成绩上 7505不如N100 接着玩游戏 英雄联盟1080P中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70帧 比N100强不少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4K60Hz 8bit USB4R420的 压缩格式的显示信号输出 DP1.4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8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DP接口能够支持4K160Hz的 8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48EU的英特尔UHD核显 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8K60帧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NVMe硬盘测试 3400Mb 看来是PCIe 3.0 X4的满血水平 2.5G网卡我们也使用了Apple 1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些2.5G网口 没有兼容性问题 抗赖信7505加强版迷离主机 装置了奔腾近牌7505CPU 被动散热1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最高37W Windows下待机最高功耗是3.2W OpenW下待机最高功耗是4.3W 按这个结果 配置12V3A的DC电源比较危险 添加2.5寸SSD 电源就不够用了 建议上12V4A共48W的电源 室温21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0度 SSD待机温度62度 建议在被动散热的情况下 给NVMe SSD加一个散热片 抗赖信7505加强版 出厂性能释放15W 作为一款被动散热精英的小主机 性能算是很不错的 6口英特尔I26刚威网口也很好 PCIe 3.0 4X的NVMe满血 这是它相对于N100的两个强大优势 这个Type-C接口不能输出DP信号 可惜了 总结一下 无风扇被动散热精英 15W的性能释放 单核性能突出 CPU满载温度较低 但NVMe温度不低 加散热片为好 双显示接口 满血NVMe 6口2.5G网口 需要很多网口的朋友们 选这款就合适了 新的N系列 受限于PCIe通道 最多只能有4口 而且659元的价格 也算是非常便宜的 当然 如果还要更低的价格 那就等599元的标准版吧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